陈秦令自播出以来,王一波的人气一路飙升 粉丝无数 他的多重身份和酷炫性格让粉丝们又爱又恨 年仅22岁的王一波在很多领域就已经领先于其他人 他擅长跳舞、唱歌、表演、主持、指导和赛车 平日里,王一波的穿衣风格通常偏向于街头酷帅男孩 身材比例完美,给人一整酷酷的感觉 再加上他孤高的气质 这样的街头穿搭完全符合他的个人特点 不过,在最近他参加的一次杂志拍摄中 他却以优雅绅士的造型亮相 穿着西装,眼神里带着文艺感,一点也不突兀 他充满了纯粹和优雅 让人想起陈秦令中的蓝王鸡这个人物 充满了艺术家的分泛 西装上镶嵌的大金链子和大耳环 还有矜持的街头男孩造型 让人好奇,如果再加上王一博高超的滑板 是不是会更开心啊 从耿直的蓝王鸡到邪恶的王一博 再到酷帅的赛车手 他不仅角色多样 风格多样,成为时尚界的宠儿 王一博的球迷表示这是一件信事 纷纷称王一博是街上最酷的宠儿 这些照片引起了粉丝的热烈讨论 每个人都在讨论他们最喜欢的造型和角色 在这个时代,明星不仅在电视或网络上展示自己的才华 还通过一系列的活动和造型吸引粉丝的注意力 王一博通过自己的传达方式向大家展示了不一样的自己 他多面的性格让人们对他充满好奇 渴望了解他背后的故事 他是如何在如此年轻的时候展现出如此的才华和洞察力的 他如何平衡不同的身份 在各个领域取得突破和成功 这些疑问不禁让人好奇王一博的未来会怎样 他会继续在音乐、表演、主持和赛车方面取得更大的成功吗 他会继续保持酷炫形象还是会有其他转变 无论答案如何我们都会持续关注他的一举一动 期待他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和精彩 无论是在戏剧中还是在生活中 王一博都在展现着他独特的魅力和力量 他的多重身份让人们对他的关注从未减少 相信他未来一定会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他的多才斗艺不仅使他在时尚界斩露头角 也成为他个人魅力的一部分 我们期待他未来的发展 期待他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感动 总体来说 陈琴令的播出让王一博走红 他的多重身份和酷炫形象引起了大众的关注 他街头男孩的外表和优雅绅士的形象 使他成为时尚界的宠儿 不过对于王一博未来的发展 以及他背后的故事 仍然存在不少质疑和期待 无论如何 我们都期待他继续在不同的领域 有出色的表现 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感动 感谢观看